史蒂文·布朗是仁慈医院虚拟护理中心的一名主治医生 在疫情期间,他在自己的起居室中架起了各种设备,进行远程看病 他可以访问患者病例,包括实验室检查结果,以及医生与护士的笔记 同时,他还可以与在医院现场的医护人员不断沟通,以提供最及时的治疗和意见 自从疫情开始以来,他曾经一晚上就看诊了100名病患,至今已经服务了数千位病患 布朗表示,自己并不算英雄,真正的英雄是执行安全待在家禁令 并且在公共场所严格做好防护措施的社会大众 现在将视线转移到自然界,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最近发现 常用杀虫剂竟然会干扰到食用风的睡眠 且背后原因很可能是有毒化学物质影响到它们的生物中 使它们在一天中睡得更多,相对工作时间就更少 然而,大量的农作物和野生植物都需要借助蜜蜂来进行花粉传播与繁殖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,希望能更加了解农药如何影响昆虫 从而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因为农药问题将会对植物和昆虫都产生巨大的不良后果 同时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再见 感谢观看